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接着五十四页 五十四页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画了 我们来看课本 其他的形式的二极体 同学可以看一下太阳能电池它的原理 同学可以放开到五十四页下方的1.38 你可以看太阳能电池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PN界面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PN界面 PN界面它里面放置了一些不同的材质 现在有一些多晶系 单晶系的一些材质 然后太阳一照射的时候 就是光子一照射的时候 它就会死 它就会死的 里面的半导体被分成一个电压 一个是朝向P 一个是朝向N 就会产生一个光电流 就会产生一个光电流 所以太阳能板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二极体的结构 二极体的结构 同学可以看一下五十四页 看一下五十五页 看一下五十五页 那个受光二极体 你可以看 它另外一个形式就是一个photo detector 那这个受光二极体就会随着你的光照 它就产生一个电流 事实上这个有点像是太阳能 有点像是太阳能电池 它光照它也会产生一个photo dial 也是产生一个电流 然后你去截取这个电流 你就可以知道它光照的大小 另外下面一个发光二极体 前面两种是光照产生光电流 那发光二极体就是你的给它电流 它就会随着你的激发态产生一个光 这个就是发光二极体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LED LED 就是光你的电压给它 它就产生一个压降能 然后产生一个发光的波长出来 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半导体直接 同学可以看五十五页 直接能系的材料如生化架 电子电动在不改变动能下直接复合 它就会放射出光子或光波出来 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发光二极体 也就是我们讲的LED 那再翻过来 再翻过来 那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再翻过来五十六月的上方 有一个1.39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光纤 事实上我们的发光二极体 不只是目前来用作一个LED的照明之外 在早期 早期就已经用在我们的传输 也就是我们的光纤传输 它的光源就来自于LED 你可以看一下它一个驱动电路 然后发光二极体 然后把这个光导入到光纤 然后随着光纤传到远端的时候 再用一个光电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photo detector 就是光二极体把它截取出来 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信号 这个也就是早期的光纤 那现在很多二极体都已经用在我们的照明 那二极体在照明上 可能还有一些效能 一些效能的问题 同学一颗二极体的灯泡 跟一般的灯泡差多少钱 有没有10倍 超过 超过 同学 我不晓得这个数据 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有人在探讨 你用现在的照明跟LED的照明 可以算的就是成本 价钱 还有时数 小时数 他认为成本可能贵个10倍 小时 我不知道有没有增加到10倍 同学你可以去看一下报告 但是是不是比较节能 好像是比较节能 就电力来讲 但是他所需要制造的成本 是不是相形的比较高 现在很多很多在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趋势 就怎么样节能是一个趋势 同学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很明显 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 你可以看你的电脑也在讲求节能 对不对 你在用之前几年的电脑 有说请你run不同模式吗 有没有 那现在的电脑你随便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现在的电脑 他会告诉你不同的模式 有没有 比如像你要快速的 中速的 或者慢速的 那接着冰箱 你还能想现现在冰箱 也有在探讨节能 冷气 那你可以想见在往后很多东西 像日光 灯 像这个灯光 将来都是节能 怎么节能 人不在就关掉 所以同学你可以想一下 这一些的元件 这一些的 算是一个device 或者是一个小的模组 将来可能都是会埋在里面去 这个也许你可以发展你可以做的 怎么样去做到节能 怎么样做到节能 还有就是家里的一些电器 都会走向这个趋势 这是一个方向 同学再往后看 在56页的消特机二集体 这消特机二集体我们 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消特机二集体 57页这个图 这个图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或者我们消 那个消基 消特机 消特机 消基 消基 我们以前称为消特基 消特基 这里又把它改翻一层消基 胃胀二集体 同学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 它的结构 就是中等的程度掺杂在 P型的半导体形成的整流界面 整流界面 也就是土的 同学可以看土的 1.40B 它的电流 那个A跟B 它的金属 半导体的界面 或者是电流的方向 你可以看到 1.40跟1.41 1.40跟1.41 消特机的半导体的界面 是在前面 它会产生一个电压降 你可以往下看 事实上消特 还是称为消特机 消基 这练起来有点不顺 消基二集体的电流跟电压 跟PN 跟我们一般的PN 界面的二集体非常的像 非常的像 两者之间 它的方程式都适用 而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两者最大的不同 同学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对它添加了金属 同学可以看这两个点 你可以看 这个消基晶体 消基二集体 我们一般可以用来做什么 做整流电路 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性 因为它填的一些金属在里面 所以它的转换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如果同学有上去看一下元件 事实上这个快速的二集体元件 消基二集体就可以来做快速的二集体 所以它的转换电压非常的小 你可以看一下它第一点 它所需的 可以看一下它所需的 PN的界面 转换时间非常的短 那转换时间我们上礼拜 上次不是讲一个T吗 T就是一个Storage TS加上一个TF所造成的 那这个时间对一般PN就会很长 那在这里它非常的短 非常的短 那还有就是它的 瞬向的偏压较小 瞬向的偏压较小 这两个原因都是造成 都是因为它添加了金属所造成的 那消基二集体一般我们用来做快速的元件 或整流快速整流的电路 或者是你希望 你希望你的砍的偏压 比如像我们如果信号是这样的话 之后我们会讲 如果你希望你砍的偏压 如果是一般的PN界面的二集体 它砍的偏压在这里 那消基二集体它砍的偏压只有 一二在这个地方 它这里的损失 这里整出来的电流 跟这里整出来的电流 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整出来的电流 就多了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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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同学做整流电路我们再来讲 就砍的点 它可能是从这边砍 这里就造成失真 这一段 因为它对称了 这一段就会造成失真 你出来的波形就长这个样子 同学来看 如果你是用消基二集体 一般的偏 这样选二集体 这个导通的点 就非常的大 这可能是0.6或0.7 那如果消基的话 可能只有0.2 0.1 0.2左右 就这个点 启动了这个 起始的这个点 所以如果你整流出来 就会产生这个波 这个我们称为一个gap 那如果是消基的话 它0.1 0.2 这里就非常的小 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小 这样了解吗 就在这个地方 它还是会失真一点 但是非常的小 所以同学如果是在做快速的电路 或者是需要 比如像我们就遇到一个 它的信号进来 大概只有0.5V到0.6V 那如果我用传统的PN 几乎我整流不了 我只能用消基的二集体 因为它砍掉的非常的窄 非常的小 那如果用它 我的信号几乎都不见了 所以同学如果在使用上 就特别注意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gina二集体 最后一个就是gina二集体 gina二集体我想可能不多讲 那我们实验会遇到gina二集体 事实上就是它工作在它的反偏区 它的崩溃区 它的崩溃区 之后同学会实际用gina二集体去量出 这个崩溃区 同学就是59页 59页 那这个我们上礼拜有讲 它会工作在它gina二集体 的那个位置 就是崩溃区 所以那个崩溃区 经常我们要来做reference的电压 或稳压的电压 它在这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的二集体还可以来做一个 二集体的温度计 来做一个温度计 也就是在60页 二集体的温度计 那二集体温度计 事实上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它最主要最主要应用的就是t t的观念 温度的观念 同学来 那个我们看一下 温度的关系 看一下60页下面的式子 id等于is experential vd除上vt 这有什么问题 事实上它有-1 对不对 那-1我们省略掉 因为1对experential来讲 是非常小的 它正比于谁 正比于n ni的平方 experential vd除上vt 这个有没有问题 它就是i id is的电流 正比于ni平方的电流 is的电流等于 正比于ni平方的电流 那ni平方的电流 同学可以翻开到13页 ni平方的我们称为本质电流 翻开到13页 这个ni本质电流公式 13页 ni是不是等于v tt2分之3 experential-1g除上2kt 这个式子 对不对 那ni的平方 事实上它就等于多少 experential-1g除上kt t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地方 同学 这个ni 等于这个有没有问题 ni就等于多少 v v乘上t的2分之3 然后experential-1g除上2倍的kt 对不对 ni2倍就是等于-1gkt 这个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id 其实这个我们就是要建立什么 id跟谁的关系 id跟t的关系 id跟t的关系 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这样 那今天 我们有两个材质 他得到一个id 一个id2 我让流过这两个二极体的 我让流过这两个二极体的电流 让他一致 我让流过两个二极体的电流一致 他就会产生一个电压差 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 id1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有没有问题 experential-VD除上VT 等于experential-experential-VD 他这个有没有问题 同学上翻看之前的VT的那一张 KT吧 KD 我是不是有写错 我看一下 KT 对 KT1 这里 同学找一下 这个关系 同学回到之前的 找一下这个的关系 找一下 找一下VT VT的式子就有了 找一下VT的式子 有没有找到 热电压怎么算的 热电压 谁有找到热电压的VT的公式 是有找到热电压的VT的公式 所以热电压的VT的公式等于到 热电压公式就是KT除上一个电荷 所以把这个式子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这样有没有问题 热电压找到吧 有吗 25页也有 25页1至16 20 22页好像也有 22页热电压 这会不会带进来 这个一样带进来 那我让它流过两个二极体的电流一样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兔 把这个 把这一项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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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搬到分子 变成夹的 变成这个式子 变成这个式子 推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如果没问题 同学你就往下看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 好同学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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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同学这个推导有没有问题 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这一项 带进去 带进去 等于这一项 这有没有问题 好我让 两个二极体 好事实上这个二极体 我们可以把它假设 不同起的二极体 好不同起的二极体 第一个是在T1 温度T1 时候下的二极体 一个是在温度T2 时候下的二极体 那我让它同一颗二极体 但是两个不同的时间 我让它的经过的电流都一样 好我再讲一次 事实上这是同一颗二极体 只是不同时间的二极体 一个是T1下的二极体 一个是T2下的二极体 那T1它会产生ID1的电流 T2它会产生IT2的电流 但是我让它这两个时候 不管T1 T2 我这两个时候的电流都是一样 同学你可以想见 我让它电流都是一样 所以我事实上 就希望得到它的电压 同学如果可以的话 翻开到各位的10 20页 1至20 你得到的 就是这两条曲线 这个就是VD 这个就是ID 我让它的电流都一样 我检测的 就是要得到这两个的电压差 了解吗 我要的就是这两个电压差 OK 那我们来看1至20没错吧 还是1至多少 1至57吗 1至20图 我讲错了 我讲错了 图1至20 同学方开上的3页 图1至20 就是不同的温度 它的特性曲线 OK 那如果这个没问题 我们再往下 同学到这个地方 同学到这个地方 我把这一项 搬到左边 也就是1的地方 也就是Experential 1VD2除上KT2 这个 然后这个在分母 我就跑到分子去 这一项 1G除以KT2 1G除以KT2 负的变正的 好 这一项一样 这一项一样 然后这一项也一样 Experential 如果EVD1 除上KT1 一样 OK 如果没问题 我左右 两边都取Log 针对Experential 取Log 这样会 Log Experential 不是Log 10 它的基底 Log 基底是1 不是10 取Log 之后 这个就变成了 电荷VD2 除上KT1 这没问题 那我们知道 取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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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就等于相加 这个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Log 就是相加 对 乘 这个中间是乘 对不对 这个乘 这个乘 Log 就是相加 这个应该没问题 公输没问题 这个相加 就等于 付的 EG除上KT1 加上 EG除上KT2 再加上 EVD1 KT1 这个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就把我要的VD2 留起来 为什么要VD2 事实上 我的T1 就是我第一次温度下的T1 VD1 就是我第一次温度下的VD电压 所以我把VD2 留起来 我把KT2 全部 都乘 电荷 全部都除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1 EG除上E 电荷 负的还是负 然后这个地方 KT1 我这个同乘以KT2 所以我K消掉 就剩下KT 就剩下T2 除以T1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 再加上 这个一项 那我们看到 同乘以E 所以这个电荷出来 KT2 我同乘以KT2 所以不见了 这一项不见了 再加上这一项 VD1 在这里 然后除以 同乘以E 同乘以一个电荷 不见了 同乘以KT2 同乘以KT2 我就只剩下T2 除以T1 这个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 我就已经得到什么 在某个温度下 这个温度是在T2 在T2温度下 我得到的VD2的电压 在T2的温度下 我得到的VD2的电压 OK 那我们知道 锡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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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锡的EG 锡的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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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1.12 1.12 电荷 电压 1.12 电荷电压 所以同除以电荷 等于1.12伏 所以我把1.12伏 带进去这个地方 带进去这个地方 就可以得到这个四字 1.12伏 1.12伏 带进去 1 在这个地方 减掉 T2 除以T1 这个有没有问题 T2除以T1 再加上后面的VD1 乘上T2除以T1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有没有问题 好 这时候同学来看 我现在只要知道 T1的温度下所产生的VD1的电压 我就可以得到T2的温度 跟VD2的温度的关系 好 我再讲一次 我只要知道T1温度下所产生的VD1的电压 我只要知道这个的关系 我就可以得到T2跟VD2之间的关系 OK 那我们来看 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 5V 15V 15K 一个二集体 那我现在知道 我的温度是在 常温27度 也就是300K的温度下 300K的温度下 那300K的温度下 同学在这里先来看这一段 当温度在300K 也就是T1的温度在300K 求VD1是多少 那VD1怎么求 第一个 你就把15 15减掉VD1 15减掉VD也可以VD1 15减掉VD除上15K 会得到这个ID的电流 这个ID的电流 就是10的-13次方VD 除以0.026 这个 所以这个 跟这个式子 是不是等号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是不是等号 那等号怎么办 我就用迭代法 我就用迭代法 迭代法 同学会 迭代法 VD带多少 让这两个式子等于 等于成立之后 我就可以得到VD的电压 这个会不会 别代法我们交过嘛 对不对 别代法我们交过嘛 对不对 OK 你可以算看看 VD从0.5带进去 你算出来的值 跟这一边0.5带进去 算出来的值一不一样 不一样 再猜新的 0.55带进去 看一不一样 不一样 再猜新的 一直猜到 你得到的ID VD就是0.5976 福特 0.5976 福特 这个会不会 VD知道之后 ID就知道了 VD知道之后 ID就知道 VD知道之后 ID就知道 这个有没有问题 同学这里有没有问题 OK 如果没问题 这时候我们试试吧 我知道 我的温度是在300K 所得到的VD的电压 是0.5976 我就把这个值 我就把这个值带回去 我的假设里面 我这个假设就是同样的电流 因为电路一样 同样的电流 我得到的温度T1是300K 得到的VD就是0.5976 我把它带进去 所以就得到这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式子 就是温度的公式 也就是多少度 你看到的就是多少电压 多少度就是多少电压 那你可以验证看看 如果T2 刚好跟T1一样是300度 300度就等于1.12 减掉0.522 是不是等于0.5976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对不对 同学也可以算一下 或者这个看一下 同学也算一下 同学也要坐着 怎么现在在买零食 我们考完小考了 没有考的零分 没有考的零分 怎么办 同学上课不要太晚进来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没有问题 所以往后 我如果这里温度是多少 300 那个27327度 如果是 300 可以自己算 300度的话是27度 40度的话是313 同学你可以把313K 这个也就几度 40度C 把313K 带进去 你就可以预估它的VD2的电压 电压是多少 所以你往后 只要量VD2的电压 就可以得到它的温度 这样会吗 这样会吗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式子 得到电压 知道温度 T2 同学我们考完小考了 考完小考了 考完小考了 他说这样会吗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T2 掉到左边 其他掉到右边 随便你 这样会不会 这个就是二集体的温度感测器 二集体的温度感测器 这个有没有问题 他这个有没有问题 他推导的原理就在这个地方 推导的原理就在这边 他就是利用 其实最重要就是利用 电荷 半导体 PN界面 温度 电流跟电压的关系 温度 电流跟电压的关系 让它的电流是一样的 去量测它的电压 同学有没有问题 那事实上 这里有一些误差 电流如果不一样的时候 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温度改变的时候 电阻会不会改变 会不会改变 也会改变 电阻随着温度 增加 怎么样 减少还是增加 如果是导体温度增加 它是 导体温度增加是会 电阻会 电阻会怎么样 增加 非导体温度增加 电阻是怎么样 减少 所以这个多少会有点变化 所以这一条会在这里上下变化 但是可能影响不会很大 因为如果是这个特性的话 它影响不会很大 这个也就是之所以会选择二极体的原因 了解吗 因为在这里 它是很陡的 如果你工作在这里 工作在这里 它虽然有差异 但是差异不大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选择二极体的原因 所以用二极体来做温度感测器 是可以量到不错的温度效果